他改变了他的国家 也永远改变了世界 在他短暂掌权的任内 提出的开放政策及改革重建 为苏联人民带来获得自由的机会 苏联帝国在他的统治下崩溃了 他受到自己人民的谴责 背负着过去的重担 现在这位90岁老人 独自在莫斯科郊区的一间空屋里 度过他的余生 周四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哥巴起夫天堂 就在公共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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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